美国企业研究院 中国实际军费开支已经达到美国的96% 中方报告不透明 数据不可信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美国国会删报2024年4月30日专题文章 中国实际军事预算已悄然与美国相当 具体点已经达到美国军费开支的96% 怎么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文章开场作者开门见山直截了当 他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捧杀美国的错误数据 比如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了排在其后面 十个国家的总和 我们不应该被这种不负责任的表述所欺骗 因为它早已经不是事实了 现在的问题 攸关美国的生死存亡 中国的国防预算即将超过美国 有必要介绍一下作者 作者的名字叫迈肯锡 一格林女性 美国企业研究院的学者 高级研究员专注于美国的国防建设研究 现在呢我们要见识一下这位高级研究员的水平 请大家呢 评判一下 很明显作者呢 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的国防预算报告 同时告诫美国的决策层 不要被错误的数据引导 另外帮助美国的军工集团 讨要更多的国防开支 我们知道啊 美国2024年财年的国防预算 8,414亿美元 中国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 国防开支1.7万亿元人民币 兑换成美元2,361亿美元 达到美国的28% 但是对于美国的战略学派 包括作者本人 根本就无法相信这个数据的真实性 他们为此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由与质疑 以及自己的分析与测算 有人问美国在干什么 回答很简单 你觉得帝国主义者能干什么 首先一点就是话语权的争夺 按照美国企业研究院的意思 只有美国做出的有关中国的报告才具真实性 而中国自己的报告不透明 造假成分大 不应该采纳 也就是说中国没有权利出自己的报告 这难道不是帝国主义是什么 他想全方位的通过道德评判 来控制中国的话语权和表达能力 他给我的感觉非常的恶心 这很像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中的声明 任何从中国发出的文件只有翻译成英语和法语之后 才具有合法性 否则中文没有合法性 什么意思 中国人没有权利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事物 这难道不是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它到底是什么 这篇文章里上述所描述的现象到处都是 让我们好好的欣赏一下 有人问 作者拿什么去质疑中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里的国防开支数据不可信呢 三个方面 首先一个中国统计局造假 中国自己公布的数据不可信 为什么他说中国的统计局造假呢 这里边有理由 首先一个中国海军全球规模最大 中国海警全球规模最大 中国海防全球规模最大 中国陆军全球规模最大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全球规模最大 中国国防科技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和量子计算应用 全都是世界的前沿 然后你跟我说这是用了美国军费百分之二十八的开支完成的 你把美国人当傻子是吧 这是作者的论述 说完了这么多 作者就开始放飞自我了 为什么他放飞自我了呢 因为他否定了中国统计局的数据 他说中国统计局造假了 中国每年基本的国防预算最低七千亿美元 可能还有更多 根据美国的间谍机构表明 中国在统计军费开支的过程当中隐藏了很多项目 说到了这一点就要提到第二个重要的理由了 中国报告不透明 先说了中国数据不可信 然后就是报告不透明 作者从一开始就从意识形态至上胡说八道 他是这么说的 美国因为民主而透明 中国因为独裁专制而造假 这一点上我就得评论两句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里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为了活下来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很正常的现象 凭什么要透明呢 你想要透明你什么意思 开战之前 你把你的战略部署以及行动时间表告诉对手 是不是缺心眼啊 你啥意思你啊 还没等打仗呢 把一切的东西告诉对方 你想干什么 脑袋短路了 还是被驴踢了 你觉得猪撞树上了是吧 还是你撞猪上了 然后你开着车 然后看着树上有只猴 然后你停下来了 为什么停下来了 你把猴屁股当红灯了是吧 你脑袋短路是不是 是这么一回事吧 所以美国的这种操作 我非常的看不懂 为什么成天要求数据公开 数据公开到底给谁看呢 我很不明白 那你既然说了中国透明度全球排名倒数第一 那么这件事一定是好事啊 为什么如果不是倒数第一 那还有你美国资讯公司什么事呢 他给的理由 他自己觉得很正当 说呢 中国在武警 在民兵 在国防教育方面 投了大量的钱 没有算尽国防预算 中国国防有关的科研项目 南海的岛礁建设 军民融合的项目与产业 使得大量的国防预算被隐藏 说完了这一点 他们还有第三个理由 就是中国的汇率问题 中国有操纵汇率的嫌疑 作者是这么说的 美元兑换人民币1比7.25肯定有问题 那好 你说了肯定有问题 你敢不敢肯定 如果你说了你敢肯定 那我要问你肯谁的定 可见这位作者已经开始胡说八道了 作者认为 中国劳工的价格比美国低很多 中国军人的工资只有美国的十六分之一 中国的全产业链可以提供更高性价比的产品 包括军工方面的器材工具和武器装备 也就是说一块钱人民币比较美元可以购买更多的东西 这样对于美国来说非常的不公平 中国不应该用汇率计算 用汇率计算就是耍流氓 应该用评价购买力计算 说到这儿作者基本上开始放屁了 那有人问怎么看 还是那句话 你美国自己不行就不要怪别人 你自己工业凋敝 你自己去了工业化 你还说别人的性价比比你高 那这个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了 现在的美国造船厂一年能造出三艘顿舰来 我算他厉害 但这是谁的问题呢 你在二战的时候 你的军工制造能力是无以伦比的 但是现在为什么拉跨到这个地步 这应不应该是美国自己反思的 你成天说自己去工业化 你自己去了工业化 你不好好反思自己的行为 然后成天说什么 说中国有问题 说中国统计局造假 报告不透明 操纵汇率 你什么意思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你可以说这些东西 那你有什么办法 有本事你制裁中国央行 你敢吗 你制裁了中国央行 人民币国际化 到时候美元更成了废纸 到时候你的军费开支 哪怕占产值的百分之二十 也没有任何用途了 这就是美国的现状了 然后作者还说 作者还说什么 说美国全球战略 顾及到三个战场 西太平洋 中东和东欧 中国只顾及到一个战场 但这个问题是谁的问题啊 你美国想保住全球霸权 但是现在你很明显力不从心了 这很明显是美国自己的问题 怪不得别人 中国只顾及到周边的区域的安全 以及自身的发展 这个东西很正常啊 你现在抱怨中国没有全球战略 你有全球战略 然后你浪费了大量的资源 那这是美国自己的事 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你现在说中国的军费 已经达到了美国的96% 你有什么办法 你这些东西 你给出的这些证据 说实在的 还是美国你自己不行 当你美国自己如果可以的话 你不会这么说 90年代末的时候 美国独霸全球的时候 他也没说这些东西啊 但是现在为什么开始讲这些话呢 很明显美国开始虚弱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作者真实的意图是什么 当作者说了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中国的军费开支 我们要避免中国的军费开支超过美国的时候 很显然作者是有想法的 作者的想法是什么 那一定是为美国的军工集团讨要更多的国防预算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